卧槽 老少年加车 好多粉丝问我 救生亭里面对于什么救生物资 你这个救生亭能乘坐多少人 能不能让我看一下里面都有啥 里面的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 今天他来了 走 go 这些编号啊 就是人员所站的位置 你那个应援部署表上是什么编号 你得站在什么位置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救生亭 走先上去看一下 上次提到了咱们这个救生亭啊 能够乘坐70人 好多同学不信 来看到没有 70人 何载70人 这个速度呢就是长宽高 来进去看一下 哇 进来了 分配 看一看啊 这一圈 全是做人的 这边也是 然后这每一排一共有几排啊 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 加起来呢一共是乘坐70人 70个座 这个呢就是驾驶员 驾驶的店 这边呢就是方向盘 看 不太好拍啊 驾驶员呢就坐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操动方向盘 这边呢是 油门 强劲和后退 一会儿点启动一下 好 好 老奏你加车 好 后退 好了好嘞 快到位 看一下这个救生设施 以及这个救生口粮 这边呢是 淡水 浮热水water 来大家看一下 哇 看到没有啊 一包一包的 浮热水water 淡水 里面呢也是一小袋一小袋的 来看一下啊 前24小时之内 物饮用救生淡水 除非受伤或者生病的 以后呢 是每人 每24小时 不能超过半生 当淡水即将接近时 每人 每24小时呢 不能超过 十分之一生 这个救生淡水 是保命用的 不是让你 这个管 管够的 里面有 好多 这里面也是 哎呦 这里面也是 救生淡水 又有朋友问了 你们只有淡水 没有食物吗 吃什么呢 来 来看一下 救生口粮啊 看救生口粮在哪里 走 这也是淡水 这里面也是淡水 救生口粮 救生口粮在这里 福德瑞水 来打开一个 看一下 救生口粮 每人 每6小时 吃一块 里面这一盒呢 是8块 前24小时之内 物饮用 救生淡水 除非受伤或生病 和刚才是一样的 这个动作呢 就是省吃 减用 应急的时候用的 也不能管保 不能管够 保命用的东西 这都是 这边也是 咱就不打开看了 这一排啊 全都是座位 来看一下 什么救生物资 也就是说 在杂物箱 看对于啥 说明书 这是啥 这是传言名单 火箭降落伞 火焰信号 这个信号弹 就是打到天上之后 它降落得非常的缓慢 火箭降落伞 火焰信号 有脑贴的特征 一 发出明亮红光 二 燃烧均匀 平均光强 不小于三万cd 三 燃烧时间 不小于四十秒 四 降落速度 每秒不小于五米 五 燃烧时 不烧损降落伞和福建 这个呢 也是 它为什么一个降落伞呢 它就是挂在上面 非常的慢 降落下来在手 里面还有一些东西 关注我 下次咱讲 看到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据说里面什么鱼钩啊 什么东西都有 宝贝 请不 请不 请 请 请 ね 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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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移